好的,我们继续来共同修学王阳明新学传习录 先看原文 在前与于中千之同事 先生曰 人心中各有个圣人 只自信不及 都自买倒了 因故于中曰 而胸中原是圣人 于中起不敢当 先生曰 此事而自家有的如何要推 于中又曰不敢 先生曰 众人皆有之 旷在于中 却何故牵起来 牵亦不得 于中乃孝寿 又论 良知在人随你如何 不能泯灭 虽道贼 亦自知不当为道 换他做贼 他还扭念 于中曰 只是物欲遮蔽 良心在内 自不会失 如云自闭日 日何尝失了 先生曰 于中如此聪明 他人见不及此 这时候呢 九川继续讲他和王阳明之间发生过的对话 九川说呀 在干州 我和于中和千枝 这二位一起陪同老师 老师讲了一句话说呀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圣人 只是因为自己不够自信 你把自己心中的圣人给埋没了 然后他就看着于中 说你胸中本来就有个圣人呐 于中赶快站起来跟老师说 又不敢当不敢当 先生说每个人都有啊 何况你于中呢 你怎么还谦虚起来呢 这个是谦让不得的 于中只好笑着接受了 先生又说 良知在人 随你如何 他也不能泯灭 就算是盗贼 他也知道自己不应该做贼 你叫他是贼 他还不自在呢 没有人被喊是贼 那还很自豪的 于中说呀 良心在内自然不会丢失 只是被各种物欲给丢失了 就像乌云遮蔽了太阳 太阳还在那呢 并没丢掉呀 王阳明说 于中很聪明啊 于中这么聪明 别人都没有他这样的见识 这一段呢 王阳明讲了一个什么道理呢 说每个人胸中啊 本来就有具备完备的良知 每个人都有圆满的福性 只是呢 每个人呢 被遮蔽的程度不同 有的人呢 就像乌云遮蔽太阳一样 有的人呢 遮蔽的呢 是比较大的 比较严重的 有的人遮蔽呢 是比较浅的 王阳明说 就像那个盗贼 做贼的人 他也知道不应该做贼 你喊他叫贼 他也不愿意的 他也知道做贼是不对的 我们中国呀 你看哈 咱们中国这个 这个讲究一句话 叫什么叫道义有道 说这个偷人家东西的人呢 他也应该怎么样 有个底线 这叫道义有道 说做小偷的 他还有一个 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准则 确实有准则呀 我们中国有一句小偷里面 这个古代呀 小偷行业有一个话 叫什么呢 叫这个偷风不偷月 偷风不偷月 这个偷雨不偷雪 什么意思呢 什么叫偷风不偷月 偷雨不偷雪呢 说是啊 这个刮大风的天 你出去偷东西可以呀 啊 你这刮大风天 这个外面呢 不是 偷风不偷月啊 偷雨不偷雪啊 偷风不偷月 什么意思呢 刮大风天 你可以出去偷东西去 那个朗月当空的时候不行 为什么呀 朗月当空啊 你容易暴露了 可是下大雨呢 街上没什么人 然后呢 哗哗大雨 想你偷东西 能遮蔽你的 进入偷东西的脚步声 这叫这个啊 这偷风不偷月 刮大风的时候可以偷啊 朗月当空的时候不方便 偷雨不偷雪 什么意思呢 外面哗哗下大雨 你去偷东西啊 那个雨声啊 这个外面没什么人 雨声啊 能遮蔽你的进屋偷东西的脚步声 不偷雪 为什么不偷雪呀 你雪天出去偷 你在雪地上留下脚印了 容易被官府啊 抓到你啊 顺着脚印 你这个脚印多大 那就找你这个脚印 所以这是啊 中国古代这个小偷 也有也有也有行话 这是小偷界的行话 那偷风不偷月啊 偷雨不偷雪 你看他讲的这个 还很有诗情画意 这是什么 这是文化 小偷也有文化 那更别说 咱们中国古代自古 就有这种狭义心肠 叫道义有道 说这个土匪强盗啊 他也不抢那个穷人家 不抢那个老 这个老弱病残 要治病的人家 有小孩的人家 他也不随便偷 不随便抢 他也是有底线的 他偷了那个有钱人家的钱 那他还要干嘛呀 还要帮助一些贫苦的人家 劫富济贫 对偷风不偷月 偷雨不偷雪 那小偷也很讲究这个 这个也是文化人 那你现在呢 现在不是小偷啊 他也怎么样啊 这个非小偷 那他也没有这种文化了 没有这种文艺感了 以前的小偷呢 也不是随便的 我现在我这外面在下雨 我就在老师直播间里偷法呢 那这不是偷法 光明正大的拿啊 就是这个法不是我的 法不是属于我的 是属于大家的 那这不是我的法 男老师讲的课 也不是男老师的 释迦牟你讲的 也不是他的 是什么呀 是世间真理本来如此 每个人本来就具备着 圆满无碍的光明智慧 所以在这里呀 这个王阳明告诉他说呀 说于中啊 你就是啊 你的心里就是圣人 于中说 哎呦 我不敢当 他说你有什么不敢当的呀 你就是圣人呢 继续往下看 先生曰 这些子看得透彻 随他千言万语 是非成为 道前便明 何得的便是 何不得的便非 如佛家说心印相似 真是个 试今时日指南真啊 王阳明说 你能够把我讲的这些道理啊 真的看透彻了 随他千言万语 是非成为 到眼前你自然明白 合得上的就是对的 合不上的就是错的 就像佛家所讲心印一样 这叫试今时指南真 王阳明讲试今时指南真啊 我倒想起了这照妖镜 为什么呀 我们原本都是妖啊 什么是妖啊 你的自私 你的欲望 你的私心杂念都是妖 你能够把自己内心当中的这个妖一点一点去除了 你良知的心 他就擦亮了 透彻了 外面再有妖一来 你一照就知道了 为什么 因为你自己都经历过 我们在这里啊 我不劝大家 我不建议大家经常走弯路 但是如果你曾经走过弯路 这个弯路啊 也是你缴过的学费 也是你能够啊 在人生路上 在未来的修学路上 可以借鉴的资量 为什么这么说呢 当然我不建议大家现在故意去找那个弯路走 但是你真的是以前走过弯路了 那那个妖你现在你认清楚了 以后再来同样的妖 你就像照妖镜一样 你一下就知道了 好比说吧 你以前受过上过当受过骗 比如受过什么邪师的蛊惑 受过算命大仙大神的骗 你这就叫走过弯路了 你走过的弯路 你不能再在同一个弯路上栽跟头了 谁又说给你看前世摸手相 又跟你玩个双修啥的 你又去了 那不行的 那你不能总在一个地方栽跟头 你以前走过弯路 走过了就走过了 那就不重要了 过去都过去了 那走过的弯路 受过的骗 战过的当 你得把它变成你的照妖镜 变成你自己的未来的修学的指路明灯了 你知道在遇到这样的 你坚决不能去了 你坚决不能听了 赶快远离了 这个才有用 所以咱们大家一定要明白 王阳明他说呀 你自己心中要有试金石 要有指南针 随着你修学圣人的教导 一点一点的进步 那咱们就不能再走回头路了 所以咱们在座的各位 你们修学了世间最好的真理 什么叫最好的真理呢 世间的真理是唯一的 没有谁好谁坏 只有说什么呀 谁正谁邪 因为这个世间呢 只要契合这个圣人教导的真理 它就是对的 与圣人所讲的教导 相背而驰的 背道而驰的 它就是不正确的 那你已经知道了什么是正确的 你就不能再往那个邪路上去走了 你已经修学了最真的法 你你怎么一听说 哪里又要看首相了 哪里又要有什么数字能量 给你选电话号码 让你交好运了 哪里说给你摸摸脑袋就发财了 哪里又给你看前世 关英国啊 又给你是吧 搞这些乱七八糟的迷信的活动 你就不应 你就一下就明白了 你一下就知道了 你说不得已遇到一起聊聊天 这没什么 但是呢 你就不应该再去追求了 你不应该再主动的去和这种负能量 这种这种 这个 复佛外道 相似佛法 不应该再与它去主动对接了 这是没有意义的了 你心中是应该清楚的 我们看到现在有这个短视频呢 或者是 这个 这个 这个所谓的 叫什么来着 这个短视频呢 直播呀 现在很发达 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啊 各种灵性导师啊 什么 什么 就灵 讲灵性的呀 也讲业障 也讲因果的 很多 但大部分呢 都是什么呀 我看过 我也看过 有我看有人也往我们的群里面去分享过 大部分都是什么 相似佛法 你看一看嘛 他讲的一些内容 一些道理嘛 也是对的 不能说他是完全错的 但是呢 他不往佛法的真意上去靠 他最终讲的是什么呢 是一个相似的东西 似是而非 好像是 但实际上又不是 有人说了说 我怎么去分辨他到底是还是不是呢 就是怎么怎么分辨呢 他是否教你真正的按照佛陀的教导去修行 去做 有人讲说 那他确实开导了我的心结呀 那心理专家 心理咨询家 他也能开导所有人的心结 那你不能说那个是佛法 开导心结是怎么样啊 是让你在某个问题上想通 这个呢 不学佛法也能做到 学心理学啊 或者是一个很会说话的朋友 他也能够开导别人 但那不能 那个不能帮助你获得自在 获得解脱 获得出离六道 获得了脱生死 他达不到的 我们讲啊 这个事件确实有很多方便法门 借助帮助你了解你的病苦啊 了解你生活当中的烦恼啊 解决你生活当中的一些想不开的问题啊 这个属于是方便法门 但这种方便法门 那他是个暂时的东西 他不可能永远在这里就解决你这些烦恼 如果永远只是在解决这个烦恼的层面上 那你怎么了脱生死呢 比如说吧 我现在是一大师啊 财富灵性大师 对吧 我给自己包装嘛 财富灵性大师 这个超凡居士 随便起嘛 对吧 你们现在看到了 他们不叫真名 就是我这个鱼雷啊 身份证就叫鱼雷 我就这个名字 他们要出来忽悠人的 他不敢叫真名 财富灵性导师 超凡大师 来给你解答了 干什么呢 要讲究佛法 佛法当中有能量密码 这个能量密码 能够帮你掌握人生财富啊 来吧 跟我学吧 学什么呢 学数字能量 你看金刚经啊 一就是二 二就是一啊 一切皆是虚妄的 我们在虚妄当中求财呀 然后呢 怎么怎么着的 给你乱讲一通 你这名字听起来厉害 那对嘛 想起这种名字随便起 是吧 那我还可以给你 给叫一个什么 叫这个啊 这个这个超脱法王 随便叫嘛 这种东西没人管 你没有认证 是不是 也没有 没有 不用颁 也不用颁发证书 随便乱起 都可以的 今天骗 这个骗术被揭穿了 明天改头换面 换个名 继续出来骗 对吧 这种 这种所谓的打着佛法的旗号 打着禅修的旗号 刺激人的贪欲 感觉这个名就是骗人的 那我这个水平还不行 那我还得再再研究研究 开个玩笑 咱们讲了 打着这种佛法的旗号 禅修的旗号 刺激人的贪嗔 吃慢衣 这个就绝对是有问题的 你已经了解了 你说我们学佛最终是为了什么呢 最终是为了了生托死 然后呢 再回来嫉妒群生 这就叫打着佛法 说起来就是这么简单 你的目标是很直接的 但是我们在修学的路上 因为借助了各种各样的法门 我们确实也可以解决 我们现世的很多烦恼 比如贫穷啊 比如疾病啊 确实是可以有一定程度上的解决 但是他不是专门为了这个的 你说我得到解决了 那是我有这个缘分 我有自己这个 我有这个福报 如果没有得到解决 那我也是应该承受的 你必须明白了这一点 最终是为了了脱生死 离苦得乐 那自己了脱了还不够 还要回来干嘛呀 嫉妒众生的 这就叫大乘佛法 大乘佛法就讲这个不讲别的 那你中间有很多方便法门 遇到不同的人讲不同的法 但一定最终怎么样啊 往这里倒归 一定最终倒归到了生托死 你可以从净土 也可以从净土入手 倒归极乐 但最终是怎么样了 往这个上面引导的 你说你没钱 来来来 我告诉你 咱们有求财法门 有没有余宝陀罗尼 有 但是呢 余宝陀罗尼 你要给他讲清楚了 余宝陀罗尼 不是让你给自己求财 享受生活的 不是为了这个 是为了什么呀 你先获得财富 在财富上 没有压力了以后呢 你有足够的时间进行修学 同时帮助利益众生 这个你得讲 你不能光说 来来来 你求财吧 我给你换个电话号码 给你改个名字 给你摸摸手 这一听就是邪的了 这就叫 还有人 讲打着这个伏法的旗号 禅修班的旗号 最终怎么样啊 全部是贪嗔吃卖一致胜的 那这就叫被盗而驰 什么叫被盗而驰 这就叫被盗而驰 当然我不说都是 我不能说社会上 现在都是有问题的 我不能这样讲 但是大家自己去 自己去悟 你觉得我非常喜欢 听一个老师讲 或者我 我觉得那个某某灵性导师 我觉得很好 当然可以 因为我没有听人家讲 我只是告诉你 他可能运用一定的方便法门 这个没问题 但最终他的目的是什么 这个是你一定要 要看清楚的 他讲课 最终他要有一个目的 那你想一想 他制作短视频 或者开直播 或者怎么样 他给大家传播的东西 最终他得有一个根本性的目的 你说他的目的就是度化众生 那么度化众生 度化众生往哪里去呢 度化众生的你往哪度啊 是往往这个三恶道度啊 你还是说这个 这个往这个 这个天人道度啊 那魔出来 他也说自己度化众生 他说对呀 我度化众生了 我把你们往我那个魔镜度啊 对吧 你不能说啊 说他说 于老师 你不能讲别人不好 人家也是度化众生 对呀 他肯定也是度化众生 看往哪度啊 那个度化的这个 这个目标是往哪里去啊 你往天人道 也是不正确的 你说让你成仙 让你想乐 享受往天人道走 永享永享快乐 这也不对 那这也不是大乘佛法所倡导的 所以这个也属于是相似佛法 你说了 你学了他这个啊 生活快乐 然后那个这个去除疾病啊 财富增长 这个也不对 这个可以作为一个暂时的阶段性目标 这个可以 你要说你跟他学就是为了这个 那又是不对的 什么是对的呢 刚才讲过了 了生托死 出离轮回 怎么样啊 再回来度化众生 当然了 也是把众生往你这个方向度化 不是往别地方度化 这个就是对的 那至于其中呢 以以这个一些方便法门进行感召 哪怕是我做一些公益性的事业呀 或者跟你说 确实也能够解决你 也确实也能 摩也说把你度到极乐 那当然了 他说把你往那个把你度化成动物 你也不去啊 你也不能听啊 摩他也肯定会说 哎呦来吧 我让你过最快乐的 你有病来上我这一来就好 你贫穷上我这一来就有钱 你就像那个传销啊 什么这个 叫啥来着 传销组织啊 什么庞氏骗局啊 他肯定告诉你来吧 跟着我带你挣钱 那那实际上呢 谁挣钱呢 他挣钱 对吧 世界上没有那么便宜的事 所谓的修行一定是要踏踏实实的 真的没有一个特别方便的法门 说你去了 你找他 你只要认准了他 只要给他磕了头 然后你就一定能怎么样 没有这么便宜的事 他改变不了你的因果 连佛都不能 他凭什么呢 所以一定是自己脚踏实地 跟着圣贤的教导 哪里有问题 跟善知识进行请教 这是咱们佛教真正的这么一个 一个师道 复法讲的是什么 就是师道 跟老师学习 那最终你能否成就不看老师 要看你 所以你这个老师 是名气多大呀 是这个地位多高啊 徒弟多多多呀 和你没有关系 说你说我拜一个特别有名的老师 这个名气特别大 这个法师有很多徒弟 哎呦那厉害了 法界太陡 对那是他的成就 和你没有关系 你是否能成就 那还是要看你自己 你有这么好的缘分 能够遇到这样的老师 能够遇到这样的法师 你自己更应该精进 而不是把时间和精力 浪费在对外炫耀上 你的老师再厉害 他也不代表你的成就 对的 师父领进门 修行一定是在个人的 所以但凡你看某一些 所谓的大师 所谓的导师 所谓的这个法王 所谓的什么 他总是告诉你 来吧 给我磕头供养我 你只要把你身家性命 都供养给我 我决定 你决定能成就 是吧 能这样讲吗 那不能的 是不可能的 那你把身家性命 都供养给佛陀多好啊 你也不 你也不必供养给他呀 那他 你供养给他 你就决定成就的话 那他比佛厉害多了 是吧 那你还信佛干嘛 你信他就行了 你把他请家里供着呗 这一听就是不正确的 咱俩 照妖镜啊 试今时啊 指南针啊 就这个意思 就说我们自己心中 有贪嗔痴慢疑 你要知道 你能够把他去除了 以后外面再来的 你就像照妖镜一样 你知道 你清楚了 你了解这件事 如果你曾经走过的弯路 当然就不建议你再往回走了 我们继续往下看 先生曰 人若知这良知诀窍 随他多少邪思妄念 这里一绝都自消融 真个是灵丹一粒 点铁成金 王阳明说呀 如果你掌握了良知的诀窍 不管有多少邪思妄念 良知一旦觉察到 就自然消融了 这真是一粒灵丹妙药 能够点石成金 点铁成金 崇一曰 先生置之之指 发尽经运 看来这里再去不得 先生曰 何言之意也 再用功半年看如何 又用功一年看如何 功夫欲久 欲绝不同 此难口说 欧阳崇一啊 那这个时候说话了 说老师啊 您把良知的宗旨啊 阐述的淋漓尽致 您给讲到头了 讲到位了 这个崇一呢 就是太崇拜老师了 他很崇拜王阳明 所以呢 王阳明讲完了以后啊 他出来赞叹 他说哎呦 老师您呢 太厉害了 这良知的学说呀 您给讲到位了 讲的淋漓尽致 在这个问题上 再没什么可深入 就是没有什么 再是可以深入的余地了 就说您已经到了 炉火纯青的地步了 他一这么讲 王阳明马上批评他 哎 你可不能这么讲 你不要讲的太轻易了 你再下半年功夫看看 再下一年功夫看看 功夫越久 越觉得不一样 你不要觉得 我现在给你讲的 你听明白了 你觉得淋漓尽致了 不可能再往前深入了 不能这样想 不能轻易的讲这样的话呀 这里我们大家要看到 真正的圣贤 他是永远不会自满的 这一点佛法尤为是这样 大家记得金刚经里面怎么说吗 虚托还能做事念 我得虚托还国佛 佛也是尊 斯托还能做事念 我得斯托还国佛 佛也是尊 阿罗汉能做事念 我得阿罗汉国佛 佛也是尊 阿罗汉能做事念 我得阿罗汉国佛 佛也是尊 我把这原文给大家读出来 什么意思呢 虚托还 斯托韩 阿罗汉 阿罗汉 这四个呢 是小成佛法的四个果位 斯托韩 翻译过来咱们这个汉语的意思呢 叫七还国 说再来七次人间都能得到成就 这个斯托韩呢 是一还国 一还再来人间一次 阿罗汉呢 是不还国 不来了 阿罗汉呢 是小称境界的最高境界了 那么在这里我们要明白一点 一个人证得了这四个果位 其中的任意一个 他是不可能自己觉得 自己认为自己证得了这个果位的 这是金刚经理们明确告诉我们的 那就是说什么意思呢 王阳明说 王阳明的徒弟说 老师啊 您这个讲的呀 已经登峰造极了 最厉害了 王阳明说 不敢这么说 你用半年 多用半年功 你又有长进 再多用一年功又有长进了 你怎么能说 这到了这个离离尽致到头了呢 可不能轻易说这样的话 这一点从佛法来讲尤为如此 从小成果位 他都不能认为自己得到了这样的果位 他即便已经到达了这样的境界 他真正到达这个境界的人 他是不会认为自己到达这个境界的 换句话说 大师永远不觉得自己是大师 一旦这个人觉得我自己是大师了 觉得我到了司陀寒境界了 我是阿罗汉境界了 我虚陀寒境界了 那就说明他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 金刚经理文字写的分分明明 大家自己去读 我刚才给大家已经讲过 已经复述过一遍了 有人说那菩萨呢 菩萨也不会认为自己是菩萨 为什么呢 菩萨为什么不断的在在度化众生啊 他就是因为自己还没成菩萨 所以他不断的在做 他要不停的在做度化众生的工作 他说我才能有机会成菩萨 所以他一直在做 你比如说地藏王菩萨 地藏王菩萨他不认为自己成菩萨了 他就在地狱一直在救度众生 为什么呢 因为他曾经发过这个大愿 他说所有人都度尽了 那个时候我在得成就 所以他就一直在那里做 他就一直在做这样的事 但他没有认为自己是菩萨 在刀立天宫发生的事呢 那是别人称呼他 他从来没说我叫地藏王菩萨 他从来没这样称呼 是别人来称呼他的 说地藏菩萨啊 这个怎么怎么样 观音也出来说 是吧 啊 这个啊 这个这个大辩尊者也出来说 那他自己不觉得自己是菩萨 那又说佛呢 佛是不是就知道自己正到了佛的果位呢 也不是 为什么呢 佛达到了佛的境界以后 他看一切众生都是佛 那佛正到了佛的这个境界的 他看一切众生都是佛了 那他难道比别人高了吗 没有啊 他跟众生一样啊 因为他看众生都是佛 跟自己一样都在佛的境界 所以也就是说他 看自己跟一切众生都是平等的 那他怎么会觉得我我正到了比你们高的所谓的出离 所谓的这个更高的境界的没有吗 所以从佛法的角度上来讲 这尤为如此 不管是小成果位 菩萨果位 还是佛的果位 他都不会认为自己达到了这样的成就 恰恰相反 他会觉得自己还有很多不足 还有继续可以更高攀登的 还有众生没度完 还有要去度化的 那反观我们现在这个世间呢 很多人自称大师 自称菩萨转世 佛陀再来 我是阿难阿难回来度众生的等等等等 你这么一看 他们是吗 完全不是 但凡是这么说的 这么暗示的 或者别人这么称呼他 他就接受了的 他就接纳了的 都是骗子 说白了 这就是骗子 或者说是魔道来的 魔道就喜欢怎么样啊 那肯定有目的的 对这样讲都是有目的的 什么目的啊 拉大旗做虎皮 想让别人自己 别人觉得他身上有点仙气 要不然怎么忽悠人呢 你怎么给他掏钱呢 要名要利 要的都是这些东西 他要的不是 他要的不是自己的成就啊 甚至于他也不相信有什么成就 他把这件事当成了自己的某种职业 以这种 包装自己的方式 来骗取别人对他的崇拜 仅此而已嘛 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事 我相信我不用多说 大家也能明白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有很多人就盲目的去追求 比如说 哎呦 看他长得像什么 看他长得像某位菩萨 你想 你想长得像某位菩萨 还不简单 你到整形医院 花个十万八万的 你也呗 对不对 你去整形医院 把你这耳朵使劲 使劲打 给他使劲拉 给他拽到这来 是吧 你你还有哪 你这额头使劲给他填充 你给你填成瘦兴老 是吧 那成就 他不在这个表象上 他不在这个外貌上 你外貌长得再像也没有用 你是否有真实的这样的修为 是否有真实的能够带领大家 共同修学 共同增长智慧的能力 你是否真的能够度化到度化别人 他不在这个外向上 或者有一些人呢 他总是想故意制造出一些神秘 比如说他会告诉你 你看呢 你看我们这位师傅 每次出去拍照 身边都带光 你看这张照片 旁边有个光 这张照片旁边有个光 这张照片旁边有个光 那肯定有光 那没光你能看到人吗 那没光你还能看到他吗 他又不是非洲黑人 是吧 那肯定有光 这个世间到处都充斥着光 你这个照片能形成 对吧 你能形成照片 就是因为有光 没光你怎么照 你怎么照片 你怎么照相啊 要不然就说了 你看我们这个师傅 一做法事 哎呦 马上就能造出这个 这个照出光影来 等等等等 就是总是想在神话某一个人 我在男老师呢 待的时间比较久一点 很多人就喜欢神话男老师 甚至于我自己当时 也觉得男老师带着某种神秘气息 带着某种 就是神话功能 确实是这样 但实际上来讲呢 即便他有 他也不会说 他更不会展示给你 所以你根本不必去想这些 男老师就是踏踏实实的 每天吃完饭给你讲上40分钟 他就是讲课 他没有别的 他既不会给你放光 也不会给你看前世 他也不会讲你的过去未来 他不说这些事 他如果看到你的一些问题 他会善意的 拐着弯的提醒你一下 你可能过了10年 过了20年 你才能听明白他当时讲的那个话 当时你是听不懂的 你过了10年 过了20年 那个时候你听 你想一下 他当时说的是那个意思 远的我不敢说 男老师至少能看到10年以后的事 他是能看到的 但是他不会告诉你的 他也不会明说的 他只是提醒你 你如果当时啊 你把那句话记住了 时时刻刻记在心里 你能不走弯路 08年到18年吧 10年至少的 他至少能讲到10年以后的事 至少 多了我不敢说 你说30年50年 那我跟他在一起 没到 没到这个 没到那么久的时间 但是10年以后的事 他肯定知道 他是绝对知道的 他08年说过一个话 那18年 那就 就就就就就出现了 那你说他至少 反正我 预测我什么 预测我的事都发生了 不说了 说过你嘛 说过说过说过 说过说过 那那那那 要不然我怎么能跟你们说呢 那18年的不是我的事 那18年是别人的事啊 我的事已经过去了 那我的事已经 已经过去了 啊 所以咱们大家要知道啊 真正 所谓的大师 他不会把这些事情 顿不顿讲 我是观音呢 我是观音在来的 或者是以观音的身份自居啊 或者暗示明示 默认 这都不对 啊 我是佛转世的 我是罗汉再来的 啊 等等等等 有人说他没说呀 他徒弟说的 他默认了 那也是 他暗示了 那也是 啊 所以呢 那老师是乖学生 也不是乖学生 那现在想一想哦 反回去啊 反复思量老师当时跟我讲的那些话 一句一句的反复去 而且我当时我还我还偷着录下来了 那是他专门跟我单独的对话 我还 我偷偷 我偷偷把手机给录下来了 然后就一句一句的研究 那一句一句的听 一句一句的想 现在一回去一想哦 现在反回去想哦 确实哦 老师讲的很多事哦 啊 自己还是没注意 自己还是错了 还是做错了 但那个时候呢 不懂啊 你没经历过 你没过来 你是听不懂他讲的那个话的意思呢 你得过来了之后 你过来了 那你就知道了 你就懂了 给我们听听 给你们听没有意义 不给你们听 给你们听没有意义啊 给你们听了 你们也听不懂啊 是不是 我当时给我讲 我都听不懂 现在我才能听懂啊 还不敢说自己完全懂了 那也不知道他说的是十年后 还是二十年后呢 是吧 开个玩笑 讲这一点 你看王阳明啊 他的徒弟 来来赞叹他 说老师您登峰造极 您淋漓尽致了 他说不敢这样讲 功夫永远只有更好 没有最好 我们大家修学也是一样 永远只有超越自己 不断的自我超越 他没有什么最好 没有什么说 我达到了某个境界了 我特别害怕 有的人会说 哎呦 我现在干嘛干嘛的 已经登峰造极了 我已经炉火纯青了 这是特别可怕的一件事 但凡有人 有人这样直接讲自己 说炉火纯青 他接下来说的别的话 我都不愿意听了 你可以说很认可 当然他可能确实在某个领域 某个行业具备一定的成就 这个是可以的 但是要别人来夸赞的 要别人来赞叹的 你不能动不动自己讲 你自己讲怎么样啊 而且还要讲自己登峰造极了 那就很夸张了 为什么呢 你觉得自己登峰造极了 你就不能再好了呀 因为你觉得自己已经到顶了 到顶了 你就不可能再超越了 所以你的水平就到这了 可是你怎么知道 艺术这个东西啊 艺术这个东西啊 它没有什么最好的 你永远可以超越自己 那只要你的肉身还在这里 你对佛法的感悟 也永远还可以超越 你永远都可以具备更高的境界 永远都可以具备更好的水平 你看佛陀讲课也是一样 他已经在菩提树下成就了 但是他讲课的四十多年 前面讲的后面讲的 还是有境界上的差别 可能有一些翻译上的问题 但是你能够明显的感受到 佛陀他自己在弘法的过程当中 他的经验也是不断的在积累的 因为他的经典都被记录下来 都被留下来了 所以他初期讲的内容和晚期 和他后来涅槃之前讲的那些内容 那个法医哦 他更精微了更精妙了 你是能够明显感受到的 所以即便是佛陀 已经已经悟到了世间的宇宙的真相了 有人说了 说那于老师 你你你讲那个佛陀 他难道 那个他还有一个长进吗 他肯定有长进 那是对语言文字表达上的长进 真理他一直都悟到了 但是这个真理怎么表达 他随着他的这个讲课 不断的增多 随着受众面越来越广 随着他自己这一世的年纪 越来越增长 他对语言的使用 他对举例子 他的这个举例 讲课方面的这个技巧 他会越来越好 越来越丰富 他对真理的阐述也越来越精妙 你能够感受到 你你常读佛经 你常学 你就能够看出来 你就能够感受到 但是真理 有人说他真理是后来才悟到的吗 不是 真理他从菩提树下打坐 他开悟了以后 七天七夜夜读明星悟到了 真理他就已经悟到了 但怎么表达这个真理 你好比说吧 我榴莲我已经吃到了 但是我刚学会 刚知道你刚吃过榴莲的时候 我给你讲 我讲这个榴莲 闻起来臭 吃起来香 但是我 讲这个事 讲三十年 因为没有榴莲 别人都吃不着 只有我尝过了 我想给大家讲这个榴莲 这个味道 我讲了三十年了 你想一想 我讲三十年 三十年后 我讲这个榴莲的味道 我给你讲的丝丝入扣 比我一开始讲的要好 但是榴莲 我是一开始就吃过的 你不能说我讲了三十年 我榴莲越吃 我榴莲是这么一口一口的吃了三十年的 不是 一开始就已经挣到了 一开始就已经吃过榴莲了 知道味道了 完全的知道 一开始就完全知道 但是呢 因为不同的人 有小孩 有大人 有青年人 有老人 有国王 有大臣 慢慢的听我讲的人越来越多 他们听我讲榴莲干什么 我这个例子举 我这个例子举的不是很恰当 虽然举的不是很恰当 帮助大家了解就行了 就是他一开始讲了他的表达 因为针对的人群太有限 一开始没有那么多人跟他学 所以他一开始呢 他的语言表达对真理的阐述对他来讲还是很有限 但是他的讲课经验越来越丰富 你好比说我也是一样 我以前刚出来给大家讲的时候呢 可能比较拘谨 然后呢 这个从各方面引用经典呢 也不是特别娴熟 再一个呢 举例子呢 举的也不是特别生活化 但是现在呢 我举例子 打比方可以信手拈来 因为我的人生经历也不断的在丰富 我讲课的这个场次越来越多 受众人群慢慢的越来越广泛 那你十年五年前八年前我讲课和现在我讲课肯定不一样 你再过十年再过二十年你再来听我讲还是不一样 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越来越精妙这是必然的 那佛陀也是一样 但你说他是在讲课当中悟到的吗 不是 他一开始就悟到了 但是他能够对真理的阐述 那个是慢慢的积攒了更多的经验 积攒了更多更丰富的感受 而且呢 他还知道这个徒弟有什么毛病 那个徒弟有什么毛病 慢慢的呢 为他们制定了量身定做了 每个人不同毛病不同问题的这个法药 那法的这个药物 那他有什么病给他吃什么药 那这都不是他刚开始悟到真理就能讲出来的 他一开始悟到真理 他没遇到那么多人 他怎么讲啊 他没遇到犯这个毛病的人 他怎么说呀 他也没有必要说呀 你好比说吧 我现在我知道 我知道治心脑血管的这个病的这个药方 我都知道 治一切病的药方我都知道 但是你们没有这样的人呢 那没有心脑血管病的人 我讲这个干嘛呀 我就不讲这个 遇到了以后讲的年头多了 遇到了心脑血管的给你讲你的药方 遇到了肺病的给你讲肺病的 时间是久了 讲的就越来越圆满 举例子打比方 也越来越善巧 所以我们永远不能怎么样啊 我们永远不能自满 不能觉得自己有成就了 不能觉得自己很厉害了 很多佛教徒会犯这个毛病 觉得自己啥都懂 觉得自己什么都明白 觉得自己啊 这个我学的年头长了 我念佛念的多了 我这个佛经读的很多了 寺院的功课 我天天去了 我都不用看书了 我都能背下来了 那没有用 你只有 有这个境界 却不觉得自己有这个境界 那才是真高明 你明明你这个境界到到达了那个程度 但你到哪去 你都觉得自己很平凡 这个才是正确的 这个才是路 但你不要装哦 那不是装出来的 就是你明明啊 是个明星 那你从来没觉得自己是明星 你到哪去都跟普通人一样 你你你生活当中 你看到一个帅哥也是一样 这个帅哥长得很帅 但他从来不觉得自己帅 那他就会更加可爱 一个美女 他长得很漂亮 他从来没觉得自己是个特别漂亮的人 然后他很自然 很随意 你就觉得他更加可爱 反过来呢 一个人啊 一个男的 他觉得他长得确实也帅 那他永远觉得自己帅 他从来说话 跟人说话 不会好好说 他会干嘛呢 凹造型 有偶像包袱 说话要注意各种 这个语调语速 然后呢 每一个表情 每一个动作都在耍帅 即便他长得很帅 你有时候也会觉得很不舒服 很不舒适 他会说 你好 这位美女 怎么样 你觉得我好吗 说话都端着 然后注意每一个角度 撩头发 是吧 说话呀 他就很不自然 然后 对 如果他很帅 但又不觉得自己帅 你就觉得他 哎 很可爱 如果一个美女到哪里去 都都都那么一端着 是吧 每时每刻的 都是都是都是端着自己 你就感觉 哎呦 怎么说呢 就是给人感觉就 不是很想 就就不是很想和他 呃 和他交流 就这种感受 如果他很漂亮 很美 但是呢 他又不觉得自己怎么样 那你就会觉得他更加的可爱 人就是这个样子 你所谓的大师 到哪里去都以大师的身份自居 让人觉得很做作 嗯 当然了 你可以很有本事 比如说他就是有本事 对 可以很有本事 但是真有本事 又从来不觉得自己 有多大的本事 那个才是真正的 所谓的天人之师 嗯 有人说了 那我们不尊敬他吗 不对 你要尊敬他 他不把自己当当大师 那是他的事 但是呢 他能够教化 能够教化大家 你所有人 你要尊敬他 你必须得尊敬 你不能说因为 你不能说因为他很自然 他从来不摆任何架子 然后呢 你就你就变得随意了 那就是你的问题 就好像你单位里边有领导 他从来没觉得自己是领导 他跟大家打成一片 但是你对领导该有的尊敬 你得有嘛 你不能因为他 他没有领导的架子 所以你就放肆起来了 那是不行的 这是讲两方面 讲了两方面的 那对于我们个人呢 就是这样 我们不管你学了多久 也不管你能背多少经文 那都不代表你在法义上 你在觉悟的路上 真正的有多高的境界 你好比是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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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的人觉得自己背 你背的再多 佛法 他不在语言文字上 他不是语言文字上的增进 我们再看一段 我们再看一段 先生问 有滋味 指这个药庙 再提到深处 日渐不同 是无穷尽的 又曰 此智之二字 真是个千古 圣传之密 见到这里 百事 已以圣人而不惑 本屋这边声音不正常吗 你们听我讲话 声音有问题吗 没问题 没问题就好 刚才讲的这一段 跟大家总结一下 就是说我们现在 理解一个 一本经文 理解一个法义 不管你当时觉得自己 理解的有多通透 多深刻 都只代表你当下的认知水平 不代表明天不会变化 也许过了三年 你觉得你再来学 再来听 你可能觉得自己又通透了 你又觉得又通透了 就说明前面还没有通透 还不够通透 你比如说你现在听我讲 这个圆觉经也好 听我讲冷言经也好 听我讲这个地藏经也好 你听的当时觉得 哎呦 余老师讲的挺好 我听明白了 我通透了 那只代表你当下的通透 三年以后你再听呢 你用你说 我这三年后又重新听 你感觉又通透了 又更通透了 你更通透了 就说明你之前三年前 那个通透还不够通透 所以呢 永远不要自满 我也是一样 以后我可能还要重讲 讲过的经典以后 两年后 三年后 五年后还要重讲 为什么 那我也在提高啊 我也不断的在提高 所以呢 我们会经常重讲的 地藏经以前就讲过一遍 你们现在听我那个直播 你们会员里面讲的这个地藏经 这都已经是在讲第二遍了 以前就讲过一遍 好了 我们来看这一段啊 先生问 九川对智之之说体会的怎么样啊 王阳明问他了 问九川 说你现在对智之 对我讲的智良知 你体会的怎么样啊 九川回答说呀 自觉不同 我感觉和以前不一样了 以前做呢 总做不到恰到好处 现在可以了 王阳明说 你知道了吧 你自己去做 和你听我讲 那是不一样的 我刚给你讲的时候啊 我知道你也是稀里糊涂 没有得到各种滋味 这其中的妙处啊 你再往下体会 越到深处 每一天感受都不一样 是没有止境的 智之这两个字啊 是千古盛传之秘 能认识到这一层 就算摆世之后 再有圣人付出 也不会有疑问了 所以我们大家看呢 你听老师讲 讲的再多 再明白 不如你亲自去做 听老师讲了 听懂了 明白了 你就必须去做 这陆九川就是这样 陆九川呢 他听王阳明讲了 他说我以前呢 感觉是稀里糊涂 现在呢 我自己做 做我感觉呢 我做事能做到恰到好处了 王阳明就 就认可了 他说你看 你听光听我讲 和你自己去做 那不是一回事 九川问曰 一川说道 体用一元 显微无见处 门人已说是谢天机 先生置之之说 莫以谢天机太甚佛 先生曰 圣人已指以示人 只为后人掩溺 我发明耳 何故说谢 此事人人自有的 绝来甚不打紧一般 然与不用实功人说 一甚轻忽 可惜彼此无益 与实用功而不得其要者提思之 甚佩然得利 又曰 知来本无知 觉来本无觉 然不知 则遂伦埋 九川又问老师了 说成怡先生讲啊 至微者理也 至住者相也 体用一元 显微无见 什么意思呢 说隐秘的理 和显著的相 二者是统一的 是没有间隙的 无形的理 我们说道理 真理 原理 它是没有形象的 但是它一定要靠某个物 来显示它的意义和功能 比如说我们的思想吧 我们的思想本身是没有形象的 那思想怎么表达呢 需要我们有个肉体 有个嘴巴 才能讲出来 那你说 这个世间有一个理 叫什么 叫万有引力 地心引力 地心引力 你是看不到的 没有形象 但是我把这个东西一松手 它掉到地下了 它得通过某个物 才能显现出来 所以呢 这个成怡先生呢 他讲说 这个 这个 微和显 微呢 就是说道理 真理 原理 相 显 指的就是能看到的物 能够表现出来的这个物体 那这二者呢 成怡说呀 他们二者是统一的 是没有间隙的 也就是心物一元 啊 无形的理 要用物 要用能看得到的物 来显示它的意义和功能 他俩是一元的 那他说到这个呀 这个成怡这么讲 他的学生啊 就跟他说了 说又老师 你泄露天机了 天机不可泄露啊 说老师你泄天机了 那王阳明老师 您讲了这么多 智知的学问 那你不是泄露 更多的天机了吗 这里面呢 讲了讲了一个道理 就是我们中华文化当中 所说的天机不可泄露啊 这个这个陆九川就问 王阳明说 说那个成怡先生 讲了这个心物一元的理论 他的学生都说他泄天机了 您给我们讲了这么多 这个这个智良知学说 您不是泄露更多天机了吗 王阳明说呀 你所说的这个道理呀 不正确 所谓的这个世间的真理呀 圣人是明明白白指给大家看的 他没有任何的隐瞒 他也不想有任何的隐瞒 你好比说我们学佛法 佛陀讲法四十多年呢 他为什么讲这么久啊 如果他还想留点秘密 那他就给你们讲 讲一本书就可以了 以后不用再讲了 他为什么讲这个经 讲那个经啊 反复讲讲原觉 讲洗地藏 讲阿弥陀经 讲无量寿经 他讲那么多干嘛呀 就是不想留有秘密 就是想让大家彻彻底底的了解 所以但凡来有人来告诉你说 哎呦 秘宗就是秘密 不对 秘宗不是秘密 六祖会能曾经说过一句话 语辱说者 即非秘也 说你是学秘宗的 能和你讲的还能叫秘密吗 能跟你讲也能跟别人讲 你都能听到 那怎么能是秘密呢 所以说语辱说者 即非秘也 能和你讲的就不是秘密 你就不要讲说佛法中 还留了什么秘密 又说秘宗就是各种大秘密 没有秘密 那你要非得说有秘密 也有 非得要讲秘密呢 只能说呀 针对不同层次的人 有一些法不能给你讲 那这个是可以的 因为给你讲了 你听不懂 你听不懂吗 你还要出去 你还要出去诽谤 或者说呢 你不相信 反而引起了你的 这个修学的混乱 这是留有秘密 但不是为了留有秘密 不是不想跟你讲 是有可能跟你讲 你听不懂 比如说我最近不是在讲 圆绝经吗 在讲圆绝经 圆绝经 你就可以认为 它是一种秘密 为什么叫秘密呢 因为它是给菩萨讲的 那不是谁都能听的 有的人听 你给他讲了白讲 听了白听 他只能接受净土法门 他修圆绝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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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圆绝法门 他修不了 所以你一给他讲 他听不明白 反而给把他搞混乱了 那你说圆绝经 是不是秘密呢 你可以说 他是秘密 但不是佛陀 要留有秘密 是因为有的时候 给别人讲 他 他针对不同的层次 不同的根器 那讲听不懂 听不懂 那就不给他讲了 不给他说了 那他就 你是不是秘密没讲了 不是留有秘密 是因为你不能给你讲 你听不懂 或者说 这个你听了之后 你还反而让你生起了疑惑了 这个是秘密 那王阳明就说呀 说 古圣人们呢 把这个道理明明白白指给大家 大学里面也明明白白写着 格物置之 所以这个天机呀 没有什么可泄露或不泄露的 天机早就实实在在 明明白白的摆在大家眼前 比如我经常会告诉大家 有人问有轮回吗 轮回就像是个秘密一样 轮回不是秘密呀 地球一圈一圈的转 四季春夏秋冬不停的轮转 花草树木一碎一枯绒 你的眼睛一眨一眨 呼吸一进一出 一切都展现 明明白白展现在你面前呀 哪有秘密呀 这个世间已经把一切因果的道理 无常的道理 轮回的道理 都明明白白的展现在你面前 白给你看了 所以你讲出来 怎么叫泄露天机呢 天从来不会保留任何秘密 天道就是无私无我 他没有任何秘密需要保留 早就把这个东西明明白白展现给你了 那圣人点出来 善知识讲出来 怎么能叫泄了密呢 那王阳明说呀 况且这个良知啊 这个佛性啊 这个光明智慧啊 人人本来具有 只是你找不到没发现 不在意罢了 可是呢 如果给那些不去确实下功夫的 跟他们讲 他们就轻视 对彼此都没有益处 给那些求上进 能够真想做的人 一提他就要做 他就能学 一讲他就爱听 所谓上识文道 勤而行之 有上乘智慧的人呢 他一听到真正的真理啊 勤而行之 他马上就想做 我看咱们在座有不少上识 咱们在座的确实有很多上识 怎么叫上识啊 你听我讲了 信解受持了 听我讲完了 你愿意相信 或者第一次来我直播间 一听 有意思 想听一听 想继续学 学完了之后啊 他在生活当中 他能善于运用了 我昨天微信里边 有一个比较年轻的一个人 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夹的我啊 他问我问题 他说于老师 我经常听你讲课 我有一个问题问你 就是说呀 他说我从小啊 就对佛道这一些东西改兴趣 我很想学习 就是你讲课我也经常听 但是我现在做的工作呢 和这些都没关系 我根本用不上 我就特别想啊 用这个佛道这个事 来我也想帮助众生 帮助大家 我说你 你修学的慈悲心呢 恭敬心呢 忍辱心呢 精进心呢 谦虚心呢 这些东西 你在你在任何工作 任何生活当中 都能随处使用啊 你怎么会说没有用处呢 你修学佛法 修学出来的慈悲 修学出来的忍辱 精进 内心的这种 以不变应万变的这个定 智慧 恭敬 你随处都可以用 你做什么工作都能用得上呀 所以呢 咱们在做的也是一样 你修学到的道理 它不能只停留在道理层面 都一定要在生活当中 去试着去使用 比如说想生气的时候 你就想啊 如果是菩萨遇到这样的情况 他会怎么做 他会怎么样 他会生气吗 他会怎么样呢 比如说 我们在这个损失钱财的时候 吃亏上当的时候 生活当中遇到了 这个生老病死的时候 遇到了有这个亲人 亲人死亡 我们自己生病 或者是生活中遇到了坎坷 你就活学活用啊 什么时候修为呀 不是你平时的时候 没事的时候修为呀 平时没事的时候的修为 那就是为了练习 要有事的时候使用的 所以越是有事 就越是锻炼你的心性 你就越应该从容不迫 以佛法的智慧心 来面对生活当中 遇到的一切困难 越是有事越不要怕 你平时能能念佛 有事就念不起来了 有心乱了 那就说明平时的功夫 训练的不够 修学还不到位 要更加精进才是 越是遇到了生活 遇到了困难 遇到了有问题的时候 遇到了坎坷啊 你越应该用佛法来武装自己 用自己平时修学到的修行方法 来武装自己 此时不用功 此时不修行 你更待何时啊 所以上士文道 你要勤而行之啊 咱们在座有很多上士 中士文道怎么样啊 若存若亡 中等的人呢 他听到了这个真正的真理啊 若存若亡 什么叫若存若亡呢 有的时候吧 觉得还行 有的时候呢 他就把它当成没有 就是怎么样啊 听的时候觉得挺好 听完就没了 左耳朵进去 右耳朵出去了 听的时候呢 对 你也可以理解为半信半疑 你也可以理解为听的时候 觉得挺好 但他从来不会在生活当中使用 听过了就听过了 或者半信半疑 可有可无 对 你们解识解读的都很好 下士文道怎么样啊 大笑之 讲的什么玩意儿啊 就你这样 你还出来讲课 哎呦 真搞笑 讲了一堆封建迷信 糟粕 什么玩意儿啊 哎呦 你不就是出来骗钱的吗 你是骗子啊 哈哈 下士文道 大笑之 不笑 不足以为道也 这就是下士 因为他没有这个会根 没有这个善根 没有这个根气 所以这个下士 一听到了所谓的道 一听到了 你越是讲的道 他有的会害怕 恐惧 然后他就以骂人攻击 作为掩饰自己的恐惧 他要来攻击你 其实恰恰是因为他内心很恐惧 为什么恐惧他不懂 可以听这人讲的啥 我一句不懂 知道了吗 所以他很恐惧 或者他内心当中魔性极强 他这种魔性让他非常害怕 真正的法意一讲出来 是带着金光的 这个金光你们看不到 法界是显示的金光 魔宫是要震动的 你看佛经你就知道 你真正的讲佛经 口中都放出金光 什么叫口吐莲花呀 都口中吐出金色的莲花 大地魔宫要震动 那上士闻到内心感觉到震撼 那也是一种震动 那个魔王一听你讲这个 他害怕 他也产生震动 他害怕 他讲这怎么又出来一个讲课的 又要度化那么多人 那我怎么招揽人呢 所以他要来骂你 所以下士闻到大笑之 不笑不足以为道 就是因为有他们笑啊 没有他们笑 怎么能成为真理呢 真理呀 就一定是少数人能接受的 多数人是很难接受的 那就叫真理了 咱们现在说这个少数服从多数 其实真正的世间真理啊 恰恰是少数人啊 能够修学 能够领会的 就像你看这个世间的精英也是一样 精英一定是少数的 你看没有说普遍都是精英的 然后那个不好的人是少数 不是 不好的人 绝对是平庸的 绝对的是大多数 精英肯定是少数 王阳明说呀 你知道了才知道 真正明白了以后 你才能够了解 无所谓明白不明白 觉悟了之后 你才知道本来无所谓 觉悟不觉悟 你本来就在觉中 如果不知道的话 你的良知就会沦陷 就会埋没 如果你困之免行 学之力行以后 进入到了生之安行的境界 那就无所谓知 无所谓觉 可是如果你不知不觉 你就一定会沦陷 一定会埋没 鱼雷作品